嗨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阿晋 這陣子呢 我的身體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狀況 當然不只是觀眾 身邊的朋友也跟我說 啊 現在最近真的不行 身體重量越來越差 越來越胖 所以呢 我開始重視我這個問題 這個時候剛好呢 我們有這個 COVID的合作 它還搭配這個一對一的營養師 來讓我口好的控制我的飲食該怎麼吃 以及如何攝取每一天該獲得的營養 那這一次呢 在這條減肥的道路上 當然是由我夥伴陪著我一起努力的 那個人就是 蒂奇 講到嗎 是我 看一下蒂奇以前的照片 欸 太殘忍了吧 所以大家不要再說說 蒂奇看起來很瘦啊 他其實是對自己的這個身形跟體態是有要求的 那我們最近呢 畢竟是廚房嘛 一堆有的沒的 就把自己給放鬆掉了 職業傷害 這算是一種職災啊 不行 我們就是有這種想法才會一直反彈 那我們這邊呢 也非常感謝COVID呢 給我們這個 互相達到自己的目標的獎金 你知道我們呢 誰先達到COVID設定的這個目標 我們就可以獲得獎金 做什麼 炸房CO 先得到的 先拿到 後得到的 剩一萬 蛤 超級刺激 那我們呢 互相勉勵 互相督促彼此 看能不能把這件事情給做好 你確定你會督促嗎 我每天都會跟你說 我瘦多少 不非緊張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COVID這邊呢 幫我設定的目標是 我只要在這8週內 瘦14公斤 然後 不能掉任何的肌肉 掉4%的體脂肪 那第7的部分是 我要在這8週減3公斤 減2% 肌肉量一樣不掉 我跟你講 真的 有點難度 但是我們就抄著這個獎金 一起努力 那還是我們猜分 哈哈哈哈 有說到 如果我們同時達到 然後並且維持到8週這個時間 我們是可以各躲5萬的 是不是 拚了 我們就看我們這個主食日記 那不要忘了 第7那邊有影片 大家記得去看喔 那我們就 往下開始 已經煮好幾週了 好想要吃炸的喔 薯條什麼的 吃吃吃 快吃 支持你 我自己拿就交給第7吃 那邊好累喔 再回去好好自己煮 不要煮啦 這個鹹酥雞定一定 還是要吃蚵仔嗎 你現在可以幫我煮 欸 喝水 喔 謝謝 第7 今天喝水 我們今天來試吃啊 就只能吃這麼一點啊 哎喲 可以吃什麼呢 多吃點啊 多吃一點啊 我也來分你啊 不要 不要 沒錯 正在看影片的各位 8週過去了 9月6日開始挑戰前呢 我測量的體重是 那時候的影片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姊 沒錯 那現在我來送上我最新的 inbody的數據是 134.2公斤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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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瘦了14公斤 減掉了一個幼兒的體重 那在我的自主影片下呢 有分享很多人說 阿姊你蛋白質吃太多了啦 阿姊你真的不要亂吃 你有沒有考慮要找營養師 哈 沒錯 我就是有找 營養師 我其實呢一直都有搭配著 Coffee的營養師啦 那我收了這麼多 當然呢要好好的 介紹一下 Coffee這8週呢 帶給我什麼樣的幫助呢 首先呢我體驗的服務呢 包含 兩個部分 第一個 營養師呢會進行 一對一的體態以及飲食分析 之前呢會有兩份問卷做調查 以及 inbody數據的評估 也會檢視呢你 平常是怎麼吃東西的習慣 針對你的飲食狀況 給你需要改善的飲食方針 不過呢 這點很重要 請你們一定要記住 事後我的方法呢 不代表適合每一個人 畢竟呢 我的基數很大 要怎麼吃 要怎麼動 我建議呢還是找一下營養師 做一下飲食以及賀爾蒙的分析 運動的部分呢 因為Coffee呢 本身就是針對飲食調整設計的課程 因此呢在8週的課程內 不會要求學員 一定要運動 但如果你有運動啊 或是重訓的習慣 甚至是教練的輔助 那效果當然是會更好啦 那我這邊呢 賀爾蒙分析出來 是這個P加L型 只破兩個 P型的話呢 是脂肪囤積在上腹 吃飽呢 超級容易累 精神超級不好集中 L的話呢 脂肪容易囤積在內臟 容易形成肥胖 血糖血壓 以及膽固醇的問題 又會因為毒素呢 造成身體一些 彎節炎 皮膚炎 天啊 記憶力下降 偏頭痛等等 哇 聽起來跟我還沒開始飲空之前的狀況很像很多啊 營養師的一對一分析呢 會告訴你是哪一型的 第二個 八週高速燃脂計畫 會評估呢你現在的飲食狀況 給予你調整的方向 幫你設計整個八週的瘦身企劃 營養師呢他會教我們方便測量的蛋白質蔬菜 以及澱粉的測量方式 用手掌跟拳頭的形式 去比較出呢自己需要的分數 是自己需要的分數喔 所以呢我跟蒂奇是完全不一樣的 超級方便 企劃剛開始的時候呢 我也不是一開始就超天才 畢竟我也是減重 來來回回四五次的男人了 所以剛開始抓的分量的感受上 是有點偏多的 在營養師的紅綠燈 以及美餐的建議跟調教之下呢 我必須說我真的是模範學生啊 除了我開箱呢 以及拍攝的需求之外呢 我通通呢都是 90%以上的超優質綠燈 有看主持日記的朋友們 應該都有看得出來吧 一開始我其實是蠻抗拒 吃飯的時候呢 要讓手機先吃的這件事情 我一直呢都是一個暴風式進食的人 而且呢我也想要加速我的吃飯時間 讓我去做我更多想做的事情 但是啊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好的習慣 當營養師告訴我 我每天都必須吃到六份蔬菜時 我在吃菜的過程中呢 慢慢的降低了我吃飯的速度 那飽足感呢 就會在我拉長吃飯的時間的過程中呢 漸漸的不會吃過多 慢慢的就飽了 對了我沒有提到 進食的順序呢非常的重要 水肉菜飯果 這樣子的吃法呢不僅能增加飽足感 還可以減少呢血糖快速上升的這個昏睡感 而且呢我本來就很喜歡喝水 按照我龐大的身體呢 我每一天都需要喝到 但對我來說呢 6000CC根本沒問題 所以我這8週呢 其實根本很少在挨餓 除非呢我自己手間去點了一些美食影片啊 或是我自己在半夜的時候 剪自己的影片 那真的很餓 那當然啊 像我這種跟吃脫離不了關係的 Youtuber 遇到這種聚餐呢 或是拍攝企劃 那該怎麼辦呢 把你的問題呢 馬上丟給營養師 讓他幫你想想辦法啊 所以不管是我的中秋聚餐 半收理開箱 便利超商開箱 我都會提前告訴我們的營養師 讓他幫我制定在吃這些東西之前的 餐盤比例跟調整 不要讓我吃了這麼多東西之後呢 又失去了平衡 當然呢也會有自己嘴殘很想要吃的時候 像我啊 就很喜歡吃 雙麒麟 只要外面的火鍋店 有這個自助的冰淇淋吃到飽 我呢就會忍不住想要來一根 來滿足我吃這個甜食的心啊 我也會把我這個問題告訴你啊 如果我真的很想要吃甜食的話 他也會告訴我 如果那麼想吃甜食的話呢 澱粉的攝取呢要怎麼調整 以及水呢一定要喝足夠 讓自己的身體達到一個平衡 沒錯 平衡很重要 我怎麼可能一輩子都不吃雙氣 不可能的吧 說到這個大家對於Coffee應該 有一點興趣了吧 現在呢趕快預約試試看 跟我一樣找出適合自己的飲食方式 以及適合自己的習慣 讓自己呢變得更健康 Coffee呢有提供全線上的服務 所以不管呢你在地球的哪個角落 只要有網路呢你的一對一的營養師分析啊 就能準確的幫助無助的你 官方的首次體驗價呢 599只要輸入我的優惠碼 阿寂 各位盡寶呢 預約這個提煮成量測 和營養師分析呢 只要350 非常的划算啊 另外呢我們也爭取到這個 8週高速燃脂企劃的優惠 原價呢1萬4 輸入我的優惠碼 健康享受 可享9999的優惠喔 一次的課程呢就可以養成好習慣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值得啊 往後呢也可以好好的往這個生活習慣 前進 非常感謝我的營養師一族 一路以來的幫助啊 有些觀眾也有問一些就是 阿靜姐減肥減那麼多次了 你這次真的會成功嗎 其實減肥呢 一直都是我很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肥胖的這個問題呢 佔據了我人生是呢 大部分全部的時間了吧 那我曾經呢也有試著解決過 像是自己算大卡啊 上健身房 請教練到我做器材 甚至是節食這類型的方法 我呢我都試過了 甚至是還有記錄這些運動過程 來讓觀眾督促我喔 我也曾經呢獲得短暫的成功 但這也沒有維持得太久 現在不反彈了 體重反彈呢 讓我的心理造成的影響 讓我漸漸的呢 不想要一直去處理我這個體重的問題 但到最近呢 明顯的感受到自己的身體 一直這樣子惡化下去 哪裡痛哪裡不舒服 我覺得呢自己必須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我又開始 重新認真的誠實自己 應該要減肥了 希望呢可以 建立這個良好的飲食習慣 讓自己的身體 越來越好 而且你知道嗎 胖真的讓人造成非常多的困擾 像是自己喜歡的衣服 永遠都沒有自己的尺寸 去遊樂園 因為在設施上被趕下來 然後剩下的旁邊顧薄薄 他常常呢也會因為身材呢 被朋友開玩笑 但我確實是真的很胖 所以上面這些小事 累積下來 我的心 你也說會受傷的好嗎 就算是胖子 心也是肉做的啊 說到這裡了 我應該更沒有理由不減肥了吧 那接下來呢 大家也在影片下都有問說 這樣子蛋白質真的不會攝取過多嗎 營養師呢 可是好好的看著我 所以我吃這些蛋白質呢 沒有問題的啦 另外呢還有人問說 你都沒有運動嗎 沒有重訓啊 真的是太可惜了 因為我自己呢 有很多的事情要忙 剪輯啦 企劃啦 假設這段期間 剛好卡在大紀念的台北開幕 那飲食的部分呢 我也都交給我自己組 看到這裡 你應該也感受到 我的時間 大部分都已經被工作 給塞得很滿 但是我自己認為呢 再怎麼沒有時間 我自己也不可以不運動 我想說呢 先讓自己呢 從簡單的開始 一走出家門呢 就可以馬上啟動我的運動 剛好呢可以搭配我的 走路遊戲 寶可夢GO 跟我們的 魔物獵人 NOW 走著走著呢 很快呢就可以達到 八千步的目標 也甚至不會覺得太累 或是太久 甚至有一種做完每日任務 今天有運動到了的感覺 真的是非常的好的 做到後事中呢 調整飲食以及穩定的走路 讓我的精神呢 以及身體狀況是越來越好 走路的步數呢 也是越來越多 有了有氧 我當然不會忘記 要鍛鍊我的肌肉 來保持我的肌肉量 但是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我剩餘的時間 真的是非常的瑣碎 又不想再以沒時間 來說服自己 然後不想做運動 所以呢我等煮飯的時候 的一些空檔 以及製作好影片 輸出的那個空檔呢 但是就要理由 抬個50 沒有問題 空蹲 加上一些抬抬大腿 偶爾的會開啟我的健身環 補足到我所需要的運動量 好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地形 達到他的目標了沒有 我瘦了14公斤 打掉了 而且我的體質這樣超多的 但是必須跟大家講 雖然我前面很開心跟大家說 我瘦了14公斤 但是我其實沒有達到目標 肌肉掉了2公斤 蛤 導致我的體質率呢 看起來呢是升高的 其實啊我已經比我原來的目標 的12公斤 多減了2公斤了 但因為Kofi幫我設定的目標呢 是不可以掉肌肉量 所以我這一次的挑戰 吃吧 我想說我們可以平分這個10萬 一人5萬欸 我想說會是這個結局欸 雖然 最後的結果不盡我的心 但 我可是是在8週內 瘦了12公斤的脂肪欸 真的肚子有變小欸 跟我這個摸的大腰差很多 而且你想想看12公斤的脂肪 如果把它中成罐中拿去當豬油賣 是不是賺爛 所以你應該在剪的時候跟我講 我去旁邊剪那個豬油 雖然呢我剪到這14公斤 但是我離健康的這個目標 還有一段距離也蠻遙遠的 但是只花這個兩個月的時間啊 我本人有這樣的成績 我其實已經非常的開心了 對我來說呢 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 不僅呢是找對的方法 也確定自己呢 可以依照這樣子的習慣 去飲食啊 去改變 我自己呢還是非常的感動 給你一個 感受 但我也很開心的事情就是 其實你也拿到你的獎金 耶 這個目標對我們來說是 蠻有挑戰性的 尤其是體重的部分 尤其是肌肉兩個部分 我兩個的困難點不同 我的困難點在體重 對我來說呢 我們兩個都是成功的 雖然獎金呢 我沒有拿到 但是我拿到比獎金更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 我的健康 至少現在我比8週前的我 還要更好看的一些吧 如果你們覺得有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如果你們有留言告訴我的話 我應該會開心好一陣子 那如果你們下次呢 想要看誰參加這樣的挑戰 這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再告訴我 可不可以有看到的話 可以去搖幾月以下 那最後呢 不管你是為了健康 或是像我一樣 基數非常大的人 正在努力的控制飲食 我想跟你們說 你並不孤單 一直都有人跟你一樣 正在努力著 失敗呢他並不可斥 勇於嘗試的人呢 永遠值得尊敬以及尊重 如果你身邊剛好有這樣的朋友 也正在努力著 給他一個鼓勵吧 我是阿靜 我會繼續主持下去 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我會繼續說 我會繼續說